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学生了没 台湾生大學 大學生什麼 好 現在你有沒有發現一個現象 以前說是這個 三歲一代五歲一勾 如果真的要這樣算 我們三個跟那16個中間 是有一個大紅勾 對 對 一喊會有回音的對不對 但是現在因為我覺得界線 越來越模糊是因為 其實我們也都還算小孩子 心智上算年輕 對不對 所以在那邊要恭喜Ken哥 怎麼了 你一直成功的打入我們的女大生 現在第一個 終於打進去了 王菲的候選人就是Ruby 你開手那麼開心 他當失戀… 位子空出來給你了 我跟你講就他了 不是 我剛剛講過 他這種狀況失戀的話 就代表說他已經拿到對方的遺產 哪有 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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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 看人家在身邊說 看你女朋友 人家是純情 純情的一朵小花 是嗎 他為了愛情台北高雄兩地這樣奔波 想不到經營這麼久還是讓人傍傻 真的喔 對 請問大家覺得跟Ruby一樣嗎 自己很會跟熟男熟女 聽到跟Ruby一樣先打擦 會把後面的問題說跟熟男熟女應對 對啦好不好 那這邊那個你說劉璇是很會 摘心 摘椰子 大王劉璇 摘椰子 摘椰子 摘椰子系列 劉璇有什麼技巧嗎 沒有 因為我男朋友剛好比我大了 快八歲 我不是在問妳摘椰子 摘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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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男朋友怎樣 因為我男朋友比我大八歲 所以他的朋友圈 我得打路的話 就必須要就是 常常跟他們相處 其實我覺得跟就是 比較年長的朋友相處的時候 其實最主要就是要常常 就是他們跟你講話的時候 你就會說 好 就是順著他們走 不要就是跟他們爭辯 因為跟他們爭辯 真的是沒有什麼好下場 泰拉也有經驗 泰拉 因為我男朋友是大 我就順 憲哥 有個女大 我現在去國中找了女朋友 是紛紛在想我們錯過了什麼 有機會 對 就跟劉淳一樣就是 就是她的朋友圈都年紀 就是跟他們差不多 對 也是要乖乖聽 不然就是會引起很多 就是他們會說什麼 你那麼小什麼之類 就會一直聽很多道理 你不懂啦 什麼什麼的是不是 陳輝 你的女朋友大名 沒有... 我覺得這裡大家都很會跟 就是比我們大人相處 就是我們舉個例子就是 阿倫 阿倫 阿倫比我們大幾歲 阿倫比我們大幾歲 8歲 10歲 8到10歲 所以對我而言 他們真的 表現不錯的小朋友 尤其是Ruby 對 尤其是Ruby Ruby真的是非常有一套 因為她真的會把那個長輩 熟男 似乎的伏貝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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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她常被她年紀大經歷多挫折多 所以她對於人生 其實有一些是需要被肯定的 Ruby就很會肯定 老闆女生幾能挫折多 又非常 需要Ruby肯定 但是到底是怎麼樣 有人說是要順著她 有人說不要太順 這到底如何 我們要問專家 是 我們幾年請來這兩位 他們算是新熟男愛情專家 一起回來陳曉東 李佩絮 歡迎 太帥了 太帥了 兩位帶來一個愛情急診室新作品 10月9號起 每週日晚間10點 所以這是一個講什麼樣的愛情故事嗎 內人 我們其實故事的這個 基本是在講一個整形 整形外科 外背景 因為這個兩個人是不一樣 我們兩個是很好的這個大學同學 雖然說看起來有一點差距 誰負責熔辱 熔辱我 手術都好像是她在操作 沒有啦 然後就是她的那個 診所出現了一些問題 然後我是一個流亡在外的一個 放逐自己的一個 怪醫黑傑克 OK 好帥喔 醫術高超 OK 然後就被找回去 然後幫忙從政那個診所 讓她可以好好每天穿上帥談戀愛 檢查護士 檢查護士 我都沒檢查到耶 檢查護士這種都男主角在 那有檢查到安心亞嗎 她 對喔 等一下… 我有看到一個新聞說 陳曉冬檢查了安心亞的胸部 說是真禍 好啦 當面對職的時候來了 來… 憲哥 憲哥 我告訴你 我今天看到 是 我告訴你 我們Ken哥這一輩子 從來沒有戴過綠色的帽子 為什麼 誰會來… 不是 我是一直秉實著好東西要跟好朋友 對啊 愛世紀某人啊你 沒有啦 這個 對啊 所以 所以是真的 小鐘哥 沒有 有檢查 不是… 所以 他沒有不爽那麼覺得 不是 我是在問新聞啦 就問新聞內容啦 你們交流一下嘛 我好喜歡看這種 我突然間覺得很尷尬 不知道應該說什麼 對 其實是劇情安排的 劇情安排就是我們在沙灘 有一場戲 說她暈倒了 然後需要幫她做這個 CPR 人工呼吸 對 因為在劇中 安心亞她是挺難為她的 整個劇裡面她都要喜歡我 我蓮香洗玉喔 就回她了 妳還這樣 對啊 裝客氣 所以這齣戲我覺得 被他們講得很懸疑 對啊 非常好奇 不過請到兩位算是這個 對於愛情我覺得有一些經驗了 是 所以其實他們剛剛講的 對這個熟男 親熟男 是對的嗎 這種看法 你們有意見嗎 我覺得還是有一點點她不了解 都要小妹妹聽話 跟一些年紀比較輕的妹妹 她們很多時候比如說聊天 我們也希望她能夠說出一下 她們的看法 是 可是有很多時候她們都會 那邊 你是不是覺得 那其實 很煩耶 她說剛剛你示範的表情 你好像覺得看到梁詠琪在做表情 妳在選舉上 要不然髒髮摘掉 有耶…這樣 而且梁詠琪怎麼曬這麼黑 很萌…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還是需要 所以等於是就比較 會有時候會比較難交流 也不知道她們是裝不懂 還是不願意交流 還是覺得我們的話題沒有去 好啦 不過我們這個節目 既然是大學生的美 其實我們有很多年輕的同學 在我們這邊 我們首先來看一下我們這個嫩女 如果今天跟熟男約會的時候 她們有一些她們的心聲 我們來看一下她們碰到這樣的情況 來 合獎被約會的嫩女心聲Top3 可以唱喔 我們來唱一首男女合唱好不好 好…OK… 唱因為愛情好不好 好… 好… 那不然唱 你在我的歌裡好了 不然你們會唱什麼 對啊 我知道… 來一首選擇好了 蛤… 沒聽過耶 沒聽過耶 新年代了還在那邊選擇 這樣好了我點一首 好 經典裝的經典 你們一定聽過 好 屋頂…這樣 要吧 這樣 所以我就出來說 我們還贏幼稚園耶 你們那兩首歌 點出來我都覺得很羞愧 太老了 我點一首最新的 保證她們兩個都會唱 而且她很High 喔…好… 來… 他真的很老的感覺 超誇張 超誇張的 超誇張的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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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快點…唱一下 歌手男約會 合唱舉動 差不多那101首 請問一下我們的女大聲 有碰過類似的經驗嗎 全唱 好 Fraise 所以那個是真實的故事嗎 妳打圈 我真的有遇過類似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 一大圈 有一群男生他們可能在高中年代 都會有一首兄弟的歌 然後可能就是過了十幾年之後 就變得有一點 拒絕在玩嗎 幫打 不是 或是投 有成哲的牛 不是 是極速 極速… 極速 極速 極速你們會來 真的還會來 還有頭髮亂了 亂女 對啊 張學友 前日愛 然後就是過了很久之後 再跟年輕的妹妹去唱 然後他們點到那一首歌 就每次都一定要跟兄弟對唱 他們就很興奮說 兄弟的歌來了 一定要唱… 然後就唱了一首就是 笨小孩 Yesterday Once More 之類的 Yesterday Once More 這有一點歐文 太大的吧 然後他們就唱得很澎湃 然後我們在旁邊就 沒有那麼有共鳴 有啦 這個大概就是超乎我們想像的 再上一輩 或是買位囉 買位 所以跟兄弟我唱得還更容易 通常在那種友人的場場 會點這種歌都是老闆 真的 所以大家就 跟著High 對 要跟著High就對 還有 恩綺也遇過 就是我之前就是餐廳下班 然後就是我們經理就是 會帶大家去唱歌 然後就我們老闆也有來 然後就是那個經理都很愛叫 我說你那個誰誰去點那個 老闆最愛唱的歌 我說什麼歌 他說就那個什麼羅大佑的什麼1990 我說那什麼東西 電曲1990耶 我都不會唱而已 對 可是這個長輩 就唱就算我們大家好好一起 其實不知道要怎麼唱 來 問一下我們兩位親手男 你們有本身碰到這樣子的經驗嗎 去唱歌會嫌到 我剛剛看那個VCR 我都一直在笑 因為那一首歌 就真的是當年我跟陳蕙玲去 登台常常要唱的歌 真的 好可愛 但是我事實上我自己去KTV唱 我都喜歡 可能我真的性格比較幼稚 我就喜歡唱一些新的 你喜歡找新歌 太美的承諾 因為太年輕的這種 好新喔 或是因為愛情這樣 還有 哪一年錯過的大雨 對 謝謝你 對 馬上就有共鳴了 反而是很多女生 會不會唱廣島自戀 還不…別唱… 好久一間 我想試一下唱一下新的 對 可是另外一方面 比如說跟兄弟 一幫哥們一起唱歌的話 就會選一些 大家年紀差不多 比如點一下比方的 光輝歲月 年紀光輝歲月 對 但是大家這個 有沒有什麼心目當中的 合唱歌曲 對 比如最新的 你們都點什麼歌 李佩旭 鄭義偉為首男辯駁 最後秀的歌 就是自己 說到當家教 我當年16歲的時候 我就開始當家教耶 而且妳猜我執行多少 妳好白耶 可是我她不只愛吹雪 她是在學校任教 然後她還會說 連校長都要進我三分 男生就可能去領錢 然後就會一直那邊 皮包就是一直這樣 感覺好像自己皮包 好像要領很多錢一樣 我敢說我要反駁 第二 漂亮 妳剛剛第一個妳是會玩 妳知道我嗎 第一人… 大學生了沒 有沒有什麼心目當中的 合唱歌曲 對 比如最新的 你們都點什麼歌 女生 來 不要硬血喔 要真的會唱喔 不要真的會唱喔 對啊 Ruby傻笑 我跟你講 這首歌新到大家都不知道 台語發音 現場的人一定都不知道這首歌 因為這首歌真的非常的新 四個月以前才剛上市 才剛上市 這首歌叫傻笑 妳要唱嗎 周杰仁跟袁詠麟的 好唱啊 就在那個很高的那個大樓上面 拍MV的那個 對 好 妳們兩個好唱 嗨 嗨 嗨 情色和你 聽鬼… 我全就是為了挺周杰仁 來這套 結果我就要跟她配對了 直接約起來 這種事情真的太好 而且知道這首歌的人真的很少 自己啊 我附近的 對… 對 桃杰仁 我也是為了挺周杰仁 對… 是 都非常…行 但你們能舉例說 大叔或大神 你們在KTV有什麼動作嗎 唱歌的時候 有沒有 Patrick會不會模仿一下 就是我發現他們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唱歌的時候 都會希望把那個echo 盡量關小一點 因為有回音會影響我們唱歌 可是好像年紀越大了 那個echo音量是越強的 就比如說他們會把它開到最大 就會變得有點這樣 請你一定要給我幸福 我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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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應該抖 那種感覺也很像 下一天的公寮會傳出來 對 公人沒事 然後就開始開卡啦OK對不對 像在看布袋戲 所以那個陳輝寫的抖麥 也是這個意思嗎 對啊… 就是會 一直這樣 對 這樣抖一下… 阿倫最會 阿倫… 這個我很強 其實除了這一招 那些大叔大神還會一招 就是唱完的時候 他會搶麥 然後說請來賓 請來賓掌聲鼓勵 請來賓掌聲鼓勵 來賓掌聲鼓勵鼓勵 請來賓掌聲鼓勵鼓勵這樣 就會搶麥 就老派的感覺 對 沒有 我們現在趕快把這些答案背起來 以後禁止自己再說 都不要做對不對 不行 Elmo有什麼叫病步 沒有 病步就是這樣 喔 對 千萬個人的病步 千萬個人的病步 什麼 為什麼民族的病步 是誰 站在床會這樣嗎 還是偉忠哥 為什麼大家都很喜歡 不能站得好好的 你屁股長蟲 你乖乖的 這點我倒是觀察過偉忠哥 他挺帥 他不會並步 偉忠哥不會 對 偉忠哥很帥 他就是真的手插在褲帶裡面 就這樣很挺的唱歌 但是他會把 情人弄 對… 對 這也是他的主題 刀狼 刀狼 對 他有練到刀狼 超愛刀狼 有… 不錯 好 所以大家謹記在心 是 調整一下 好 接下來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這個我們嫩女跟熟男約會 還有心中心點點點喔 來看一下 合掌被約會的嫩女新生Top2 你知道嗎 小林媽現在開始在當家教 真的假 當家教好酷喔 兩位 說到當家教 我當年16歲的時候 我就開始當家教耶 而且妳猜我執行多少 600耶… 調嗎 小林一小時是800塊 對啊 不一樣啦 那時候的烏家 跟現在的烏家不一樣啊 換放過來 我可是現在年輕人四五倍耶 我很少四五倍耶 而且我在柯莉喔 妳有這麼厲害嗎 調不調 調不調啊 妳知道嗎 阿虎啊 她最近買了重型機車 真的嗎 重型機車 超帥的 妳可以去看看嗎 廣威 說到重型機 在我大一的時候 我就靠自己的力量 買了第一台車子了 而且什麼開頭妳知道嗎 第一開頭的耶… 調不調… 從當初啊 好水半天喔 對了 我最近想在台語租房子 就發現房租都好貴喔 真的 而且是每個月還要付水間被跟房租 要一起房租 對 兩位沒錯 想當初啊 我成了人生第一桶金錢 然後買了第一棟房子 然後接了第二棟 第三棟 第四棟 我從100萬 賺到500萬 賺到2000萬 到現在我用營營買了一棟房子耶 我現在都慢慢地崇拜我 謝謝 愛臭屁有超高調 真的有那麼厲害嗎 覺得我剛剛看阿淚 有看到一個我熟識的老朋友 是誰 誰喔 他也是在製作界服務的 喔 聲音有點 他的故事蠻多的喔 低音比較重 對 請問一下女大聲 妳曾經有這個 碰過這樣的狀況嗎 圈叉 大叔愛吹噓 跨當年 當年藝人 好 劉璇有 我碰過他不只愛吹噓 而且他會重複的一直講 就是每看到你一次就講一次 他會說 我當年考上什麼執照 我是哪裡哪裡的講師 多厲害 多厲害 薪水 薪水怎麼樣 然後因為他是在學校任教 然後他還會說 我每次見他一次 他都要跟我講一模一樣的故事 然後我就一直聽… 我就說 其實我心裡都知道他的台詞是什麼 真的 有… 有… 希希也打圈 對 我之前就是有那種男生 就可能去領錢 然後就會一直那邊 皮包就是一直這樣往外面 然後感覺好像自己皮包 好像領很多錢一樣 就覺得有那麼…誇張嗎 對 裡面有一半其實是發票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我深得驚豔 昨天我們拍VCR的時候 就看到某一個人的皮包 這麼厚… 他的口袋都撐開了 撐開 裡面還有刀寮的那個 刀寮的名片 一大的名片 我以為刀寮的收據 超猛 刀寮的刀 阿倫的是不是 對 阿倫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喜歡炫耀 然後你要 因為其實 老年 不是 中年男子 已經喜歡 中年 因為中年男子他需要的 還是一個肯定 跟一個社會的尊重 所以他皮包越厚 越能夠證明他的實力這樣 所以我裡面都撞罷票 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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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一下佩旭 你們真的會覺得男生真的很 愛提當年有嗎 我跟妳講 我要反駁 第一個 漂亮 那個說什麼 錢包嗎 別說 我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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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太多問題 我太多要反駁了 劉璇剛剛講那個是什麼 就是他會重複講他當年的有 不是 我跟你講 那哪會人 好 回來啦 當你年紀越來越大的時候 很多讓你快樂的事情 就是你的回憶 所以 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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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有被抱怨過的事情 為什麼要講以前的事情 那是因為 那是因為就是 我會想要跟 分享 分享就是 好像在你們這個年紀的時候 譬如說 我們現在差不多10歲 12歲差不多 就是那時候我們曾經做過什麼樣的事情 因為剛剛那個VCR裡面拍的那個 就是我以前當家教 我那個一個小時六百塊 當家教 不是 我就 真的 我跟一個大二孩大生的女生講過 我跟你講 在這時候我就當家教 我就養活自己 我跟你講 我上大學之後我就 沒有跟家裡拿過一毛錢 我什麼要去南部找女朋友 什麼車費我都自己賺的 我覺得一個小時六百塊 我一個月可以賺五千多塊 好像很了不起 結果這次的反應會怎麼樣 我不會講表不表 我就說好不好 所以你好好加油 但是瞬間我會 現在我就看那時候二十幾歲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我在以老賣老的感覺 對 好 這反駁第一題 第二題 沒有反駁 你是家生的我們第一題 不好意思 第二個是講什麼 誰 錢包很厚 錢包會很厚 我們那時候 信用卡沒有這麼好辦 好不好 這個沒有這麼普及 現金 對 我跟你講 現金比較安心 好不好 我們就是看要錢要十幾歲 好不好 不同意很難買 不是 因為我比較 可是實在在變 我在比較傳統的家庭 就是我比較老派一點 但是我比較老派 我真的覺得就是 像我一直到 我到31歲 三年前 我才辦第一張信用卡 不是 不是 你現在又陷入那種情緒 你開始在講人道 我們那個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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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講那個年代 家生我真的沒有辦法 我真的沒有辦法認同 我們真的覺得現金比較安心 你總是現在就拿出來這樣 很厚 我們有在看說有多少財力 只是現金這樣 一張我看得到 兩張我看得到 我不是刷卡一直刷 刷到後來我 所以之前 前一陣子你有跟一群中國大媽 去搶金條嗎 翻錢金 金條我也有 我有買包子 我跟你講 哇 比較安心 投資絕對是金條線 真的 好 請問一下女大生 男生跟你炫耀什麼事情 會讓你覺得說你最反感 哪一件事 Tracy 說她認識誰 對啊 因為我覺得 如果你有一個社會地位 你就會認識很多的人 然後他們有時候就會 那種熟男可能就會吹噓 自己有很多有名的朋友就會說 那什麼什麼餐廳是我朋友開的 下次可以一起去吃 就一直講她認識誰 人脈很廣 真的 因為有一次我們就在吃飯的時候 比如說某間餐廳是我們 我們現在不是講Kiki 是那時候有投資別的 好 比如說叫大雪餐廳好了 我們是老闆 我們就聽到隔壁桌 有一個人說 我跟你講那大雪餐廳我是老闆 我們就 那誰啊 我們根本不認識他 你知道嗎 他不知道老闆就坐隔壁了 還在吹雪 這其實還蠻長 對 很喜歡 豬妹換車 就是在路上可能有 就是有那種限量跑車的人就會說 我這台車限量全台限量50台 我也有一台 然後什麼車什麼車都有 然後就說我換這車超屌的 這樣沒有加分嗎 沒有 我覺得為什麼要拿出來講 這個不講不行吧 對啊 納豆 尤其人越小越愛買很長很長的車 是不是 納豆你 你那個頭超長的 你那個車頭 屁股就比較短 頭就要長 是不是男生喜歡講 不是 因為這個 因為男生 車子是男生我也可以自己操控的東西 然後覺得自己在上面很帥 所以當然一定要講一下 會嗎 陳曉冬會這樣嗎 車子不會 不會 你已經在買飛機了 沒有 我覺得 沒有 我覺得他們說 可能會說認識很多人 說自己的交際圈 有很多時候我覺得有可能是 他們年紀確實是有差 然後呢 其實是可能為了接近對方 希望能夠提供給對方 其實我可以提供給你安全感 你並不是為了炫耀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還有女生跟熟男 因為我還有一些點點點頭 來看有什麼 李沛旭跟上潮流 熟男心態不會改變 BANG真的超帥的 什麼BANG 我跟你講我們那個年代最 最屌的BANG就是 老鷹合唱團 就有女生跟我講說BIG BANG 我心裡在講什麼BANG 我就會用手機的APP去搜尋 但我心裡的OS是 果然是老派手機 對…小東有沒有覺得說 現在年輕女生 有什麼行為 或是想法性真的本來理解 派照都一定要 這個角度 嘟嘴 連他都會嘟嘴 大學生了沒 還有女生跟熟男 因為我還有一些點點點頭 來看有什麼 喝酒被約會的那女新生 TOP1新曲篇 我跟你說 我那天去看BIG BANG演唱會 BIG BANG真的超帥的 什麼BANG 我跟你講 我們那個年代最最屌的BANG 就是老一盒唱會 你有沒有聽過 沒有 你有沒有聽過HOTEL CALEFORNIA 沒有 沒有聽過 沒有 你看 Welcome to the HOTEL 那是在演喝醉的 沒有在聽啊 喝酒被約會的那女新生 TOP1餐廳篇 我們去吃義大利麵好不好 聽說二號是故意的一家 超好吃的 蛤 義大利麵 義大利麵能有多好吃啊 我跟你講 我知道一家更好吃的 我一定帶你去 而且你吃就會愛死他 好 那我們趕快去吧 走吧 你要走多久 甜心 不要擔心 吃著那 What's going on 什麼 你在跟我看得像嗎 你這超好吃的耶 渴手男相處 想法總是差很大 女生有破獎的經驗嗎 宣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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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的耶 好好吃 好嗎 Ruby 怎麼了 在那邊傻笑什麼 因為我有遇過這樣的男生 可能就是他也是一開始就是 對你提的意見覺得不OK 然後他就會自己說 他帶你去吃一間 他覺得OK的東西 可是你到那個餐廳的時候 就是你當下是 怎麼會這樣 就是你跟他想的是 完全不一樣的那種餐廳 可是就也不會不好啊 就我還是可以吃 只是有點嚇一跳這樣子 有的吃就不錯啦 對啊 就覺得OK啦 對 教訓老婆 不是 真的 不是 陳輝 你要說什麼 就是他們會用一些宮廷大戲 像什麼滿清皇朝的用語 然後來跟我們講話 本宮 本宮 大神都會 就是本皇陣 然後今天要怎麼樣… 那不是因為之前的甄婉嗎 就是他們用他們那個年代的 那一部戲 他們還沒看過 這個我能理解 就我們在講真話的時候 他們會說滿清皇朝這部戲 這個我能理解 他比如說某個人做了某件事情 我就會用某些歷史的人 例如說以前曹操是不會這樣做的 我告訴你 以前的古人呢 他們的思想是怎樣的 然後他們會引經據點 對 然後就講老子 莊子 孟子 什麼都來了這樣 像我拿過他是 老人都喜歡這樣 他是就會很愛講周星馳的戲 然後就是明明就聊天聊天 然後講個什麼 然後就是開始講那裡面的內容 他就根本就沒有看過啊 我們也會啊… 對啊 男生都會 基本上他是很誇張 就是聊天聊一句什麼 然後他說 他就突然接一句周星馳的台詞 可是我根本就不知道啊 然後就忍在那裡 可是我看你旁邊judge很興奮 對 我們要去超愛講 我們是每一天 我們都在玩周星馳的電影 每一天 所以這個要問一下兩位 你們覺得跟年輕女生 到底有沒有代溝呢 珮許 老師說 掌聲鼓勵 沒有 我要說我知道Big Band的過程 就有女生跟我講說Big Band 然後什麼要來什麼開演唱會 然後怎麼樣的 我說Big Band 我沒有講出來 但我心裡就想 於是乎我就用手機的Apps去搜尋了 就Big Band 然後下載她們的歌來聽 想要跟上隊友期待 然後還去就YouTube看她們的MV 然後覺得這個拍得很棒 還是沒有老鷹好對不對 老鷹太誇張 老鷹那個我爸 然後我就看了MV 我覺得跳得很好 這拍也很棒 然後穿著也很就是絢麗 但我心裡的OA 我一直是 我們已經 果然是老派戲 對 我們已經跳一拍的時候 都穿得很爽的 不然穿得很爽的 對啊 但是我還是試著去熟悉一下 熟悉一下這個感覺 對 要跟得上 小東有沒有覺得說 現在年輕女生有什麼行為 或是想法是你真的很難理解 拍照都一定要 一定要這個角度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這個是什麼現象 OA一定要… Ruby 吐嘴 吐嘴… 吐嘴 我很難理解 我很難理解 因為平常我會看 這女生還挺美的 為什麼 我看到照片都不像她 都不像 是不是他們覺得 我們男生比她高 就是 你看到這個角度 就是你看到我這個角度 真的 我不知道這個事情 只為了臉看起來小而已 對啊 因為妳臉小 妳不了解我們這些臉比較大的人 的心聲 對 因為我們正才有那種感覺 對啊 好啦 不過剛剛看的是這個 女生對於熟男的一些想法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嫩男碰到熟女的時候 她們有一些她們的想法 來 少年陳曉冬與熟女 彈心姐姐落入手中 姐姐相信之後 她都對我愛理不理耶 姐姐什麼事都知道好不好 我們女生啊 你一定做什麼事 你這樣很不開心 跟年紀大人相處的時候 她往往會把你私領域的事情 加以批評 Alan就說得很對 很多時候她們開始就講 沒關係 跟姐姐說 太長白 太長白 其實我是認為是這樣的 這樣… 然後套進套黑 大學生了沒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嫩男碰到熟女的時候 她們有一些她們的想法 來 歌手女約會的嫩男新生 她們的想法 好熟 你先去外面幫我拿薯條好不好 不是 我的哥來了 等一下… 先去外面拿再唱 先幫我點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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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吃紅糖 幫我拿一下 快點 那個拿起 快過來 快點 快點啊 快點啊 幫我抱著 來 我唱完一半 你幫我還在唱嗎 你幫我還在唱嗎 是頭下手指 不高 謝謝 有機會 歌手女約會 小心被雪幻當小弟 接下來我們林大師 有碰到肉絲的經驗嗎 跟熟女出去唱歌 天啊 有些連要跟女生出去唱歌 都有 太可能了 哪一個 後面三個沒有打茶 哪裡… 張浩這種 手女的菜 還好啦 因為就是跟熟女出去 有時候我就是會對 可能前輩他們會比較禮貌 他們在那邊跟他們一起出去 唱歌什麼 就是會 都會幫他們拿東西什麼 都不會拒絕 但是沒有像那麼誇張 搶麥什麼的 我覺得有點太誇張 可是自我 我覺得我會生氣 納豆啊 納豆跟最多熟女接觸 會嗎… 有時候會輪為小弟嗎 可是我平常就要做類似的事情 所以就要做什麼 對 小妹妹 也是獨行比較重 上班 所以他會這樣 不過兩位啦 就是說明星有時候 有沒有碰過類似的情況 對 又來了 又來了 對… 是… 對… 沒有 我覺得跟熟女在一起 就是男小女大的這個狀態 我覺得他不是變成小弟耶 我覺得是 瑞士刀 瑞士刀 什麼意思 多功能嗎 多功能 他會期許男生們他要懂事 懂得待人接舞 以及懂得一些 Maybe是該做的事情 像剛剛影片拍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是 那個男生會不會過於幼稚 所以引發了對方的母性還是什麼 對 對 然後 對啊 你們有這樣被使喚過嗎 使喚到沒有這麼那個啦 我覺得熟女她做漂亮的原因 就是她會很客氣的告訴你 她如果真的要使喚的話 她就是做不漂亮 就可能會故意用Nine的或什麼 對 她會懂得手法 接下來還有這個其他的故事 然後來開營 合手女樂會的那男新生TOP 2 張浩 你知道自從奇奇下去之後 她又對我愛離不離耶 是喔 我跟你講 你說她生日之後 對你冷淡對不對 一定是你送她的禮物太廉價了 沒有 姐姐什麼事都知道好不好 我是女生啊 你一定做了什麼事 你這樣很不開心 真的沒有 因為我多年的今天呢 你一定經營我做了對不對 沒錯 那天到 姐姐什麼大陸大陸都沒見過 你是不是穿一定定很摳 那種什麼夜市啊 還是路邊穿 所以你們認識一定不超過三個月 沒有 已經 好 說不定我 我跟妳講啊 一定是那天 戴這頂帽子對不對 我戴這個帽子啊 天啊 天啊 戴這頂帽子吧 對 與熊女聊到感情 小心就有被教訓的份 請問一下男生有被教訓過嗎 好 圈叉 好 圈叉 Josh不要壯 罵得半死有沒有 Jane 我覺得熊女她有時候可能是想要 把她的經驗分享給我們 所以她會給一些建議 可是有時候建議真的是不太實用 而且她講得太多了 而且多到就有時候 已經跟事實不符合了 她還是繼續講 把自己的人生經驗全部都講出來 到最後好像不知道是我們在聽她 分享她的心思 還是她要幫我們排解困難一樣 對啊 基本上就是感覺長輩 沒有 我還是有長輩嘛 長輩朋友 就覺得他們會 因為他們年紀比較大 所以他們會熱心過頭 甚至於到達有一種 好心辦壞事的情形 因為例如說以我來講 他們就講說你這個年紀 你怎麼不生個小孩啊 你應該結婚啦 可是 因為每個人成長還有他的脈絡嘛 對不對 你不能說用你的角度去 講另外一個人怎樣… 尤其是私領域的事情 可是跟年紀大人相處的時候 他往往會把你私領域的事情 加以批評 你就會覺得 其實不應該這樣 應該給點距離空間這樣 跟女生 尤其是年紀 如果比自己大的女生聊到感情 一定會稍微被訓誡一下嗎 會不會有過這樣的經驗嗎 我覺得阿Len就說得很對 有很多時候他們開始就講 沒關係 跟姐姐說 就以前喔 沒關係 跟姐姐說 太常來 我看看你的是什麼想法 然後一邊說 她一邊觀察你 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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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是認為是這樣的 這樣… 然後掏心掏揮的跟她講 然後看… 一開始就講她 一開始就講她一號 然後我就 好吧 然後到最後她還說 來 喝一杯 會不會 其實我會不會 誰比都是這個 然後其實我不太能喝酒 就喝到半露的時候 我已經喝到快掛 然後她就很安慰地看著我 你沒事吧 對不對 很老大 好啦 其實我們熱男跟首女約會 他們還有另外一些 心裡面的點點點 再來看一下 大學生了沒 大學生了沒 其實我們熱男呢 跟首女約會 他們還有另外一些 這個心裡面的點點點 再來看一下 喝首女約會的熱男新生 TOP1 夜唱 夜唱 這一組也好 好不好 那要約誰啊 能不能可以找 我們上次吃飯不是 我認識很多姐姐 姐姐好… 我直接來啦 好 快點 快點 OK 謝謝好 謝謝好 喂 喂 喂 嗨 我跟我朋友等等要去夜唱 要不要一起來 等一下 對…一個小時後 在GoGo鐵櫃 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也太臨時了吧 你也太沒有誠意了 所以你不來了 你下次早點約了 好 那先這樣 我問你喔 明天晚上 要不要一起吃個晚餐 明天喔 明天喔 明天有點太臨時了 太臨時 就太臨時了 你下次早點約嘛 好 那先這樣喔 拜拜 那個下禮拜 要不要一起去兒童樂園玩 下禮拜天 太臨時了吧 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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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你不覺得下禮拜天 一下就來嗎 我 太臨時了啦 你下次早點約啊 好吧 那先這樣囉 拜拜 下禮拜耶 太臨時 請問男生有遇過類似的經驗嗎 怎麼約都總是覺得太臨時 對方 Josh 這個就有 這個就有 之前有約過就是 在酒吧認識一個熟女 然後後來就是有想要再約她 再去酒吧 可是怎麼約都是約不到 就不喜歡你吧 他就是說 沒有 有可能… 我在想應該是 你有開車嗎 有喔 他開車 還有重機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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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們在聊天的時候 是聊到來的 可是在約她的時候 就是不行 我今天好像要上班什麼 我就有點忙什麼的 然後再隔下禮拜 那我說那我約你 現在下禮拜去好了 他說不行耶 還是很忙什麼 可能結婚了啦 他就是對你結婚了 然後照顧小孩 對你不清楚 我是覺得會不會有時候 你這樣約 然後人家會覺得說 你一定是約不到妹才去約我 因為太敢了 可是你這樣約Ruby Ruby會有感覺嗎 不會 Ruby Ruby是看錢的啊 他一秒都可以 Ruby 其實我很難約 這時候拿翹子 然後我也沒有要約你 他沒有約我一定可以 請… 情侶吵架… Ruby補了一句說 如果Ken哥約的話一定可以 這麼明顯 你們真的約一次看看 你每次都跟坐這個位子 女生很有緣 對啊 有些愛摸也坐這 還有Juju也坐呢 Juju 對 Ken好喜歡主持這節目 可以換別人做 對啊 摸摸 他說上菜 上菜 上菜 看看 為什麼 什麼菜都好 來了一個毒澱粉 對啊 我是靈角 我是靈角 最近要注意一點 我是靈角粉 但是關於這一點 其實這個佩序 是不是有不一樣的看法 我要當那個辯方 我要持那個相反意見 沒有 我覺得 我覺得那個影片裡面 拍的那種感覺 因為首女她要考慮的東西很多 那個Patrick 我也叫Patrick 那個 熊女她要考慮的東西很多 所以她如果會拒絕你 她就是直接了當的拒絕你 直接給你一個理由就拒絕你 我們不要在那邊狗細殺了 也不要在那邊就是 對 藕斷絲連 還在那邊看來看去就不要 就是你如果不OK我就是 你怎麼樣約我 對你沒意思我就是沒意思 就不會想要跟你出去 我們能不能給自己 比如說我約你三次都不願意 那你們就再也不要約他這樣子 通常我是一次那就掰了 就不要約了 是喔 對她真的有事 對親手女 對親手女其實就是這樣 因為我大概知道 她對你就是 你沒有Qualify 你就掰 就不要再約了 今天我們討論很多項 大家對於所有行為 覺得最受不了的是哪一項 男生… 琪琪這個工作是什麼意思 不是 就是工作就是剛剛那Alan什麼 時薪什麼幾百塊幾百塊 在我這個年代 你那個年代的那個時候 對… 所以你看大家講這麼多炫耀 遺老賣老或唱老歌 今天其實獲益匪錢的Alan 我不會對他們這樣 你覺得你以後要怎麼修正自己 然後融入這些大部分 其實我每天都定期要看十則 那個YouTuber的短片 YouTu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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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一定會去看那個 舊客人的笑話被實責 因為我強迫讓自己 融入年輕人的世界 還有各位年輕人 你們那個多擔帶了 謝謝 等一下 還有毛受不了的毛 沒有 超扯 就是我們常常這種 路來遠會去吃飯的 然後只要這樣在 那一桌永遠都是 我們來看看請閉的好不好 然後他就不吃東西 然後下次我們去吃波忌 然後我們兩個已經吃完了 你把他講 超誇張 他那時候他先點了 他點的菜是什麼 法蘭西多士 他先上了 結果他是第一個上 結果我們大家都吃完 都已經都收完了 桌子收好了 他只吃了三分之一 而且我還幫他吃很慢 他吃非常慢 每一次都非常慢 然後每一次都要打包帶走 就是他很喜歡玩那個遊戲 我們也真的不懂 為什麼他一定要玩那個遊戲 老年人的一個回應 不是 太老了 對啊 太老了 他很喜歡玩那個遊戲 對 他很愛玩那個遊戲 超愛 沒有 有一次我跟阿倫學跳舞 然後有一次我跟他跟哈利 然後就去練舞就對了 然後我就跟哈利說 哈利你有沒有聽過阿倫的名號 阿倫以前好像是跳舞界大前輩 然後阿倫就說 我跟你講 不是 想當年我還在跳的時候 那個現在那個誰誰誰誰 還是我的小弟 然後就開始 就變成我一個人在旁邊練舞 然後他們在那邊講鼓講了 一個多小時 然後我過去的時候還說 你有沒有聽過那誰誰 我跟你講當初在我那個年代的時候 他還是怎麼樣怎麼樣的人 一直這樣 阿倫都會在那邊講當年的事情 阿倫一直廣告裡 那個只剩一張嘴的鐘頭 真的 四十歲 其實尤其是跳舞的部分 因為如果說很多年輕人不認識 好 謝謝 今天要非常謝謝我們兩位特別來賓 請大家等時收看 愛情經營的時候 拜拜 星期待 希望大家訂閱 然後再次數個星期間 然後再次數字幕整理 sure